天这么冷大家也期望春天赶快到来 而美国在每年的2月2号都会有土拨鼠气象先生 预测春天何时会来 在高雄有这么一场土拨鼠预测比赛 不过这一回并不是要预测天气 而是要预测明年的总统大选 哪个政党会胜出 结果眼看这三只土拨鼠在迷宫里跑来跑去 最后是由金银当土拨鼠先找到出口 在高雄也有一场土拨鼠预测 不过这回不是预测天气 而是预测明年的总统大选 哪个政党会胜出 三只土拨鼠的主人 各自帮他们穿上蓝色绿色和橘色的衣服 土拨鼠在迷宫里跑来跑去 看谁最先找到出口 就是哪个政党最有可能赢得大选 土拨鼠一下子被困在迷宫里 看到食物又经不起诱惑停了下来 三只土拨鼠就在迷宫里折腾了十几分钟 最后是七名党土拨鼠最先找到出口 还蛮无聊的 为什么 章鱼哥应该比较准吧 国外有土拨鼠预测天气 台湾土拨鼠则预测七名党赢得总统大选 不过民众对这样的比赛玩耳一笑 觉得趣味就好 中心新闻王家庆薛慧文高雄报道 中心新闻王家庆薛慧文高雄报道